存錢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要做到很難 你就是知道家裡是沒有錢 我記得16歲開始 法定可以打工的年齡 我就去打工了 因為很怕沒有錢 所以我很喜歡看到 自己的存款帳戶裡面有錢 我還記得在大學的時候午餐 就是吃茶葉蛋 有時候會有包子配存自茶 那時候工作就會 很希望能多存一點錢 有些工作是 其他人不願意做的 那我就會把它說我來試試看 或者是 有些有 就是比較困難 花多一點時間的 甚至人家覺得沒有挑戰性的 我也會願意做 像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清楚的 清楚的知道 就是我不想僅僅 只是做我目前的工作 我很想要繼續往上爬 領更多的薪水 那所以我也知道 一定要做到更多的付出 你才會有這樣的 才會值得老闆花多一點錢 來給你 來 hire你 因為她 她是真的完全 零物欲的一個人 她就真的 穿著公司送的那種 破爛T恤可以穿十年吧 當女生變得這麼省的時候 因為我沒辦法買東西 沒有愧疚感耶 因為你有個比較明確的目標以後 就會做選擇吧 就是一種生活的選擇 我們一開始只是說 那就多存一點錢 然後我們很想要去 環遊世界 然後我們就要存一些 旅遊基金這樣 可是後來就越存越存 就覺得 其實 是不是有辦法可以 靠著這樣的基金 就不用工作了 當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是 身上 就是身上背的 就是我們所有人用的東西 最大的經驗 是在你的腦裡的經驗 跟你對 就是感動到你的一些記憶 那旅行過後呢 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真的是太大了 像我們已經花了 三四年的時間在旅行 但還是覺得不夠 就是根本看不完 就是想說 我可愛不夠 就能接受到愛 我給你 我會聽到老闆 你會想這種的 就是他 都會受到愛 免得到文化 我們都會答應 我們就要對